Dogs Dogs W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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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現在看整喔 覺得我幾乎我要穿這樣子 然後帶 帶一個面罩 我之所以會走皮膚科 是因為我很討厭帶面罩 因為這會長痘痘 但是這不得不帶 長痘痘沒有關係 不能就是身體最重要 OK 然後我最近這幾天心情其實很沉重 其實我心情沉重已經大概一個禮拜了 理由是 我們都知道就是經濟很重要嘛 但是沒有健康 什麼事情都不用說 就是現在台灣的社區感染還沒有很嚴重 所以我們診所開著 隨著疫情這樣子一直不斷的增加 一直不斷的增加 我總覺得我每天在打這麼多雷射 然後看這麼多病人 我總是覺得很害怕 就是我萬一得到了COVID怎麼辦 好 我有一個超級好朋友 加拿大他是一個婦產科醫生 然後因為他現在還是小醫生 好 他就是婦產科的住院醫師最後一年 然後呢 我昨天打電話給他 他就勤勤僭勵跟我講說 他有可能會染COVID-19 然後原因是因為他跟他的主管一起開刀 醫生下了刀之後 跟病人送出去 他們就把他的口罩這樣子拿下來 好 拿下來之後當然就是會有肥膜傳染啊 就有可能會得到 而且 醫生與醫生坐在開刀 他們隔的就其實就只有隔這樣子的距離 那也有可能一起吃飯 禮拜五的時候他的主管確診 然後禮拜一他才知道這件事情 那事情都已經發生了 他就有可能會傳染給他的小朋友 那因為他 他獨自以一個人在加拿大 然後他嫁給了一個白人 白人呢 公公婆婆不可能像我們台灣的公公婆婆 會幫你帶孫子 然後而且人家年紀又大了 你根本不可能把小孩子送給你公公婆婆 因為這兩個小孩也有potentially 也會得到COVID-19 所以我們聽到這種事情 我就覺得哇 真是晴天壁 每一個人都會得到耶 然後 然後他很沮喪的跟我講說 我覺得 一定就是都會得到 他說他每一天都在大醫院裡面 然後 然後病人就是這樣 進來出去 進來出去 然後 這種傳染力那麼高的 最後一天就跟他 只是希望就是pray 就是 不要是重症 這樣就好了 可是呢 我們該做的都還是要做 我們還是要 好好的保護好自己 像現在我看著 我就是一定要穿成這樣 我看起來很恐怖耶 好像 發生了戰爭什麼事了 但是 這是一個防護衣啦 好 但是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其實你手去碰到病毒 只要你不 不碰你的眼睛 不碰你的嘴巴 不碰你的 臉 就OK了 所以意思是什麼 拜託 請 請洗手 你一定要去 你一定要無時無刻的洗手 兩個小時洗一次手都可以 我現在其實是很沉重的在講 這個不是什麼廣告影片 就是說請給大家 大家來我的診所 如果今天政府 或是我們的疫情 有再更嚴重 我真的非常有可能 就是我診所就不要營業 因為我覺得這個 會讓我的家人 會讓我員工的家人 健康受到波及 我覺得寧可 lock down 一兩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 我覺得這個都會是好事 OK 就是 跟大家聊聊 關於 我認為這個COVID會怎麼樣子 室內密閉空間 它有1.5公尺以上的社交距離 我們希望就是說 病人他能夠分開1.5公尺以上 如果說 空間裡面它一共有8個位置 以前沒有疫情的時候 這邊可以坐8個人 但是現在就完全不行 我們必須要用梅花做的方式 例如說 它只能做這樣子 就是那邊可以做1個人 那邊也可以做1個人 這邊可以做1個人 這邊可以做1個人 這一個整個等候區 它只能做4個位置 好 然後 新雙修的一個後等區 這本來可以 可以承載3個病人 但是 現在 這邊可以1個人 這邊可以1個人 所以這樣子是1.5公尺 這個接下來就不能做人 那 現在診所新雙修最有一個好處 就是 一個獨立的空間 這一個裡面 就是 現在診所大概有 好幾好多 就是外獨一間 就是 好幾個就是這種獨立空間的 的後等區 所以如果 到時候 這個疫情還是這麼嚴峻 我們就會把客人一個一個的 放在這些小小的獨立空間裡面 然後你們就在那邊 每一間房間裡面都會被有這樣子的消毒水 你們可以 就是進來的時候 你自己噴一噴 不過 消毒歸消毒 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的 還是 你看我剛剛又碰了自己的臉 就是 一定要洗手 這個只是 這個只是 預防啦 你剛剛可能坐捷運 你剛剛可能 坐這輛車 騎摩托車 或是剛剛可能摸了什麼 手上就有病毒 那雖然在前面櫃檯 我們小姐會 幫你用酒精先噴了 這只能消 消除一些些的病毒而已 這並沒有辦法達到百分之 九十九以上 洗手 正確的洗手 洗一分鐘 這樣子 前後這樣子 大家都有看過那個影片 我們之後會錄那個可愛條 然後大家就趕快去後面去洗手 那洗手不嫌多嘛 就在這一個情勢當中不嫌多 所以 就拜託大家幫忙 這個是保護 保護你的家人 也保護我們醫療人員 四樓它就擁有 醫有身世五間 就是獨立的休息室 那我們可以讓病人在這裡面單獨獨立 好為什麼獨立這麼重要 是因為我們不希望 病人這邊摸一摸那邊摸一摸 然後又交互感染這樣子 那只能說每天都會消毒 這個不用擔心 這個不用擔心 這個很紅喔 我沒講 我以前沒有人要看 什麼 洗手來 那以後一隻叫什麼洗手 Scrub 這時候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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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六排 會六排 會六八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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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奧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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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 那今天跟大家示範一下 怎麼樣是正確的穿口罩 跟脫口罩的方式 那首先我們拿到一個新的口罩的話 可以先把它上面這個有壓條 封條的地方 把它先稍微對著 再拉開 這是我自己的習慣 那當然有的人他會 等到最後之後再把它 順著鼻型再貼好也可以 那我們口罩掛起來以後 把它整個撐開 那順著鼻樑 直接把它壓緊貼緊 讓它這邊沒有整個可以貼住密合 那下巴的部分也要注意整個貼好 有的人常常會戴口罩 把鼻孔露出來這個是錯誤的 就是像這樣 我們常常有時候路上會看到有人這樣戴 那這時候其實這樣子 我們鼻子還是會跟外面 還是有互通 口罩沒有達到過濾的效果 那這樣子才有真的達到防護 脫口罩的話會建議從這個綁帶的地方 把它拿下來 那如果你今天是有 居家檢疫 或是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的人 那你可能要 口罩從外面往內 折起來 沾到你的那個分泌物的地方 折起來 那如果今天我們是一般的健康的人的話 那回家以後要換口罩的時候 是從 裡面把外面這樣折起來 因為外面是髒的 那把它折起來 然後把它綁好以後再丟到垃圾桶裡面 這樣大家都知道了嗎 好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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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